又是很老套一句,很快有一年 下個月又來CP Plus 一定會有很多攝影產品公佈 我們都會準備去日本直擊 今年是富士90周年 所以應該會有不少新產品 全民搞得最多的就是X100和X Pro系列都會出新機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這兩部機對上那部 X100V和X Pro 3都已經是三四年前推出 如果真的有看我們這條頻道的話 都會記得X Pro 3已經是一條很早期的開箱片 還有就是第一條,即是4K拍的影片 所以你想想,那個歷史也有回到上下 其實X Pro 3之前也有很多朋友 很嫌棄它的螢幕,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都九成九,今次新機X Pro 4一定會改了新螢幕 還有如無以外,我覺得這兩部新機 都應該會用富士新那一塊4000萬像素的感應器 因為始終這兩部機都不是玩高速攝影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應該不會用X2S那一塊感應器 用4000萬像素的感應器就比較合理 然後對應這塊新感應器 我估計X100後計機 怎樣都要在鏡頭上做一些改良 其實除了解像力要求符合新感應器之外 其實我自己是很期待它會有些在焦距上的改變 假設它可以做到一些28-50的變焦 其實這樣就會有些突破 雖然是等效的35mm的焦距 在這麽小的機身裏來說 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整個鏡頭不會突出太多 然後機身又變得很輕便 如果要做變焦的話 基本上應該要突破這個機身的界限 所以整支鏡頭會變得更大 而且在光圈上可能會變成不是恆定光圈 才能保持到一個很小的尺寸 但我想最後還是不會給光學的變焦給你 頂多像Leica Q那樣 就是給數碼的變焦 即時可以給你用一個兩倍的數碼變焦 大概都是等於去到50mm左右 然後純粹是Crop照片 這一個就會比較合理 而且這東西在X-X2這類機上 已經是有的功能 所以就會變成新的X-100系列 我估計會玩這東西 另外這兩部機都是Range Finder的設計 其實可能不知道會否在Range Finder上面 做少許的改良 可能在像素上再提升 但你說會不會給你到944萬最高級的EVF 我覺得未必真的會 因為暫時來說 都是在富士的GFX-182裡面 才有這個規格 本身X-X2已經是旗艦級的機器 但其實都沒有這個規格 要X-X4突破了這件事 我覺得未必會 但又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我們抱著一個期望的心態 就可以有一個更加漂亮的Finder可以用 另外機身上我覺得是有改善的空間 其實可以是再做多一點 可以讓你自訂功能的按鈕 或是快捷鍵 其實都會令到機器的操控更好 又或者是手感上 現在手柄位置不是太厚 又或者可能只是出一些新的配件 配合它來出 令到手感提升 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至於會不會給你自拍屏幕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都會比較小 都會保持住X-X8V這個螢幕 因為其實這部機器 焦距不是很廣 其實給你自拍屏幕 基本上就很難用來自拍 直到還好 但如果是還到要自拍 其實應該真的挺難的 頂多就算是給你有自拍屏幕也好 都純粹是下腳架 然後用觸控器 擺放在遠一點的位置 來自拍 才算是有用 所以我估計 都是保持現在這隻機身屏幕的設計 比較多些 聽到X-X8V系列後的機器 似乎不是有很大的驚喜 但我都覺得 這一類這麼簡約的機器 其實就很難要求它有什麼突破的東西給你 它都是要展示它這麼小的尺寸 這麼輕便 可能在連拍的規格上 它不會做一些很誇張的規格給你 就算是 其實你都不會拿一部X-X8來玩連拍 所以我覺得它都是一些小改款 又或者再出一個90周年的紀念版給你 去選擇 至於X-X Pro的系列 其實除了剛才說過會改了螢幕的設計之外 其實剛才我所說過的跟X-X8系列的改進 可能都是差不多 頂多是換了一塊新的4000萬像素感應器 然後可能EVF有一點點提升 加了一點點自訂功能 基本上又不會有很多特別的東西去改變 但我都希望X-X Pro系列 有一些我們估計不到的東西去提升 因為始終這部機器 都幾代表到富士的Range Finder相機系列 如果真的要再突出一點點的話 要追上現在其他所有的無反相機系列 其實它都要有一點點突破才行 還有就是對焦的功能上面 它們都應該會追上現在 現時富士相機的對焦 這件事就有點廢話 基本上就怎樣都會提升 因為上一代的機器的追焦 比起現在很多的無反相機 已經是落後了很多了 現在要再提升 真是必須的 其實傳聞都有說過 有機會推出XT6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因為本身X-H2和富士的XT5 規格上已經是很接近的 如果現在突然間再出一部XT6 基本上這個規格要超越X-H2 我覺得它未必會這麼快 做一部新的機器 來蓋過它之前的一個旗艦機 就算真的出 可能都是一些小改款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必要 現在它本身有X-H2 有XT5 再加上遲些可能會出的X-Pro4 其實它在APS-C的旗艦機上 那個競爭力已經是很大 除非真的有其他廠 去跟它爭競爭再大一點 它才逼著要這麼快出一些新機 所以我覺得可能性真的很小 除了相機之外 當然也一定會有鏡頭 其實很早之前已經傳聞 會出一支新的KIT鏡 這個也不奇怪 因為複視現在的定招 有很多都已經升級到新的版本 反而變焦沒有什麼行動 以16-55mm 2.8 和51-40mm 2.8 這些鏡頭來說 暫時還沒有新的版本去更新 除了新的KIT鏡之外 我覺得這些行李光圈的變焦 都一定要調整它 就算不是未來的CP Plus 或者是下年都已經會有一些新的更新 除了有新的KIT鏡 其實我覺得這樣跟進來都出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入門機 例如X-T30的後繼機 其實都應該要出一出 即是叫做多一個便宜一點的系列 讓大家去選擇 這樣才可以令整個系統 整個系列更加完整 不知道會不會是X-T30的後繼機 又或者是再低級一點 X-E還會不會有機會出呢 真的不知道 暫時可以推出的東西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很快 下個月的差不多這個時間 我們就會去日本 去和大家直擊新的產品 所以大家記得要期待一下 還有就是繼續留意我們這一條頻道 就阿華 47-4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